那么有咒仪 有这个手印 又有它的形象 就可以修法 它最主要的秘密法 最主要的秘密 咕噜咕勒佛姆最主要的秘密的谈诚法 要用红色的蜡烛 五个红色的蜡烛 摆成一个圆 五斗红色的花 五斗红色的花 那么把咕噜咕勒佛姆放在谈诚的重中央 你这样念词咕噜咕噜咕勒佛姆的奏 念了六十万遍 那么你就可以有感应 有这个感应 你向它祈求就有感应 或者修那六十万遍的咕噜咕勒佛姆放 它就会产生感应出来 产生这个感应的现象